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这个彼此充满竞争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在跟人家比较 以及被别人来比较 不管你是有心机的 还是在个人的内心反省的功课上 我们从学生的时代 我们都会比较 较量彼此的成绩 谁比较好 谁是最优秀的 那个在班上最优秀 最好成绩的那位同学 往往就是你所设定的 超越的目标那一位 当我们进入到社会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会比较 哪一间企业规模大 就表示将来比较有保障 而且比较有前瞻发展性 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 在众多的求职者的竞争当中 脱颖而出 来想办法让公司录取我们自己 弟兄姐妹 从我们人生出生开始 就活在那比较的舆论当中 比学历 比人力 比家庭背景 甚至当我们有点年纪的时候 我们快要进入老年死亡的时刻 我们甚至在心里头 还要想的是 我要办告别式的时候 我要比排场 我的排场要是最好的 这一切的动机 往往就是在我们心中 想要显出 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多么的出类拔萃 在人类的世界里 也透过比较 来找出最优秀的人 来成为众人的榜样 成为众人的领袖 我们依靠他来领导组织 让大家跟随他的脚步 使大家能够进入到幸福美满的世界 不管是我们所选出来的政治领袖 还是我们的企业组 我们学校班上的班长 干部等等 而教会也是属于社会里的宗教团体 在教会里 谁才算是真正的领袖呢 而真正的领袖的定义 究竟是什么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 耶稣的回答 让我们看到天国领袖的特质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一节问到 门徒问 耶稣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门徒问耶稣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门徒在问这个问题 他背后的动机 其实他们非常关心 他们关心什么 关心将来 他们在天上的国度 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地位 他们在想 我们在地上 已经丢下所有的产业 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 到底我在天国里 有没有任何的地位 来管理别人呢 我有没有这个权柄呢 弟兄姐妹 耶稣门徒当时的观念 是属世的观念 他们就是想要得着权利 来管理众人 好叫众人来服从他们 跟随他们 当看透门徒的心思的耶稣 他告诉他的门徒 要先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 这样的人 他在天国里为最大的 这句话也颠覆了 我们这些想做领袖的想法 我们的世界观念里 往往是小孩子都是听大人的呢 我们如果要像小孩子的样式 那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人力 做一个领袖呢 何况要在天国当领袖 既然这是耶稣说的 我们就要来想想 到底耶稣所说的 小孩子的样式的特质是什么 第一个 小孩子的特质是 他需要倚靠 我们知道小孩子必须要 倚靠大人的协助跟照顾 他才能够安全稳定的成长 在他的每一个阶段 而我们的灵命成长 也需要耶稣的供应 也需要连结在耶稣身上 透过连结他 倚靠他的供应 我们的灵命 一切所需用的 都能够得着保足 我们的灵命 便能在基督的里面 渐渐长成 仿佛像基督的声量一般 灵命很好的基督徒 他们的记号是 他懂得在凡事上 倚靠神 他不倚靠自己的人力 和自己的恩赐 第二点 单纯相信 小孩子与大人的差别 就是他们的想法 没有大人那么复杂 两者一样 都有梦想的人力 小孩子追求梦想的动机 很单纯 就只是相信 不切实际的梦想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 单纯的相信 勇敢的去追求 可是大人就有很多的顾虑 的心思 因此明了 相信关于天国的奥秘的事情 小孩子跟大人 却带出不同的结果 小孩子拥有 相信愿景的丰富性 而大人是透过理性的分析 来看看这个愿景的可行性 可信度 到最后他们才决定 到底要不要行动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 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这么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透过这两节经文 他要告诉我们 单纯相信神国的人 必能领受神国的奥秘 反正心思复杂的人 却因着自己过度的 挂虑 以及思虑的分析 而错失的直接 领受神国的奥秘 反而觉得 神的国 不容易相信 也觉得不可信 弟兄姐妹 透过今天的经文 耶稣教导我们的心 还要我们 回转 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 我们要单纯的相信神 我们要单纯的依靠神 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的特质 因为一个单纯相信神 依靠神的人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全能 自然会加添 充满在这样的生命的器皿上 因此我们的属灵生命 若要常常明白神国的奥秘 去经历到神国各样超自然的神迹 我们就需要愿意回转向神 回转向耶稣所说的小孩子的样式 回到教会的生活里 我们需要来反省 对于我们的侍奉 我们要想的是 究竟我是倚靠谁的能力 来影响众人 来服侍人 是自己在社会上显赫的头衔地位 财富 还是在教会里的身份 权势 我们使用这种关系 来使众人来听从我们 跟随我们 认同我们 用这种关系 叫人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 还是自己真的 就是以一种单纯相信神 倚靠神的态度 虽然自己没有美好的 社会头衔地位 财富 以及在教会好的身份背景 但是自己却愿意 让基督一切丰盛的生命 能力 在自己这样的器皿当中 让基督彰显他自己 好叫基督 揉美心香之气 充满你这个器皿 来影响众人 去跟随基督 弟兄姐妹 就如同约翰福音 三章三十节 施洗约翰 他论耶稣 他这么说的 他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当我们放掉自己身上自己所拥有各样的美名权力 地位 以小孩子的样式 单单地相信神 依靠神 我们一定能够成为被神使用的领袖 我们的生命会因着单纯像孩子的样式 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国的奥秘 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到底配不配成为一个神国的领袖 而这个是由耶稣自己来加添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 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往往有一个迷思 就是在这教会生活久了 我们所依靠的 不再是一个单纯 依靠你的心 我们的服事 都是依靠自己的才能 依靠自己的恩赐 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 地位来影响人 好叫人认同我们这样的身份 好叫人认同我们的地位 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悔改 求神帮助我们 恢复我们一颗像小孩子单纯的心 来依靠神 不管在教会的侍奉 以及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岗位上 一个单纯的心仰望神 我们相信我们被你重用 我们就是那你所预备的神国的礼求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